首先, 大家不講 Mandarin, 我 strongly suggest that you go to HackHack for today's event, and there is a miracle happening, so you will see all my transcripts in English on the HackHack, and there is some magic happening, so I think artist could be more easier to do his job. Thank you. Now, to thank for the English on the English, for the English, please. Ok, ok. Ok, ok. Well, that was just a question of what he said about the, the… he has a very cool that he is. The idea of ABC. Well, I'll use it to keep his ideas together, to see how we're more than usual. That's a question. I'm called Blue. I'm Blue. Blue, yeah? Blue. 那我的 ID 就是對應到我的中文名字 過去工作主要是在這幾個領域 所以看事情的角度會比較局限在這邊 那我前日本來是立志成為前端工程師 但是後來失敗了 所以現在就是 4-back UI 設計師這樣 那今天的講題主要是 延續 8 月份在 Coastal 的演講 然後去聽那場有每年都處理的一些部分 然後主要是分享 4 個秘訣 第一個就是說 到底網路工具在審議裡面的應用範疇 是在哪裡呢 那剛才佳華有說過 就是我們審議要處理 4 個層面的課題 那最外面這個呈現資訊 它是目前大家公認的 我們網路資訊工具做得好 那 4 年前我在參加佳華主持的審議的時候 他們是會前用的東西紙袋寄會議手冊 然後會中有新的資料 他就一直補印補發補印補發 他最終會有一點這個很酸七八糟的衛生章 但是現在佳華他進化了 他現在呢 就是用Hackpad整理 然後有什麼資訊他都update在上面 那這部分是已經確定完了 資訊工具可以處理得很好 第二層呢就是去執行這些特定的模式的聲音會議 那這部分資訊工具就不太容易做到 那為什麼容易做到呢 因為像是這些 openstates 或 cafe 之類的 他其實有點像是我們軟體的開發流程 那他實際在應用的時候呢 他會要試個別狀況做很大幅度的調整 就是有時候他可能會要把兩種不同的模式 merge 起來使用 那所以說我們就很難說有任何一套資訊工具 去特別對應到任何一種特定的聲音模式 那這邊就可以順利到剛才的教法 就是在幹掉的公民咖啡碗 然後其實呢我們就可以想像說 北市府把這個 Work Cafe 訂成公園的 KPI 那他的這個感覺就好像是有一間軟體公司 把敏捷開發訂程式工程師的 KPI 一樣 那這樣大家應該可以想像 大概會有什麼問題 所以這也是這件事情 就是被審議界批評了一些 好那看審議結構第三層 就是討論了一個主持 那雖然現在人工智慧已經發展到一個地步 但是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讓 Siri 去主清場審議 那因為 Siri 他只會講一些冷笑話 然後這樣討論比較越差 那第四層就是面對這個核心的政治脈絡 那我們也是一樣資訊工具不太有益處理這個 因為我們還有開發出像 Maggie 一樣的超級電腦 來處理這個事情 那所以說等一下呢 我們再講說什麼樣的公路適合另外什麼地方 我們其實都是在講專念這個呈現資訊的部分 就是說如果今天你是資訊人 然後今天有政府或是政黨 或是 NGO 或是任何民間組織 然後來找你說 想要導入資訊工具到他們的審議裡面的話 那你就可以事前跟我們說 我們網路工具能做的只有表層的這個東西 裡面的這三層呢 你要用審議專業的 Know-how 去解決 那在網路跟審議結合的初期 大家都會有一些美麗的想像 比方說資訊人可能會想說想要開發一套 宇宙霹靂無敵厲害的線上審議系統 像是以前的我倆 然後或者是有一些政治領域的人 可能會想說那我是不是可以把審議 整個搬到網路上面去執行 那現在經過一些初步的嘗試之後呢 我們的結論是說有找到網路工具 利用在審議的範圍 那邊界就是大概就在這邊 那以後不管是想要開發網路工具的工程師 或者是想要導入網路工具的審議工作者 都可以在你參考 那具體來說 到底哪些工具可以用在哪裡呢 那我們剛剛就講過 那個這些會議的模式 它的變動幅度很大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列出一個表說 到底是哪一個工具可以對應到哪一個會議模式 那剛才講那個政策的生命週期也是 因為這個生命週期的五個階段裡面的 每個階段都可以可能使用任何一種會議模式 所以我們也沒有辦法弄出一個表 說到底哪一個政策生命週期可以使用什麼 那但是呢 那些各種不同的 神域的會議模式裡面呢 有些共同地方就像我剛剛講的那八格步驟 那所以就是我們就有整理一些列表 那好像說在agenda setting的時候 他們會需要跟stackholders溝通 然後要整理資料 所以他們可能適合的工具就是這些 那這個角色圈起來就是目前這個 這個嘉華女王他實際上也在使用 包括那個hypad hy folder 還有他個人最愛的白板 雖然那不是網路工具 但因為他太習慣了 還是必須列傳 那在survail的部分 他需要工具跟agenda setting是類似的 都是籌備團隊 內奔的一些主題 那in form 部分就是要做一些資料的視覺化 然後提供一些分享連結 然後最好是可以即時的更新或補充 不要再重溢一些奇怪的紙張 那所以目前可能工具就這些 那圈起來也是 江華目前最常用的還是 hypad 跟hyver的 那討論的部分的需求就比較複雜 因為主持人和蔡玉淳 他們各自都有很多不同的需求 那這部分可能適合的工具有在這邊 那這裡 Streaming 的這一塊 是說有一種常見的做法 是他們把實體會議就整個直播到網路上 然後網路上圓端的參與者 他就看著直播 然後他有什麼意見 再用文字的方式 在feedback 回到現場 那實體討論還有立快是做記錄 那目前嘉華他愛用的是用hypad打獨自稿 像我們今天的活動價格 然後或者是這些記錄 可能是會出到這些其他工具 去把它做一些識別化 那投票的話就有這些 然後可能的工具 Blenzer 嘉華曾經用過的投票工具是Type 4 但是他目前大部分 都還是以實體投票的工具 那另外還有一些工具 他是整合了不同的階段 然後或者是整合幾個不同的工具 把它組裝起來 然後客製化成給特定的組織使用 像是國發會的那個join平台 或者是行政院幣化碳 或者是民進黨的open meeting 或者是那個生意黨的訪問審議 等等 那旁邊我把一些常見工具也列出來 那這些其實不是處理審議 他們是處理審議之外的 其他類型的公民參與的工具 那就回到我們今天的主角 Rumio 那剛才Rumio在那個列表裡面 他有出現的地方是在 Disccussion和Voting這兩個階段 那實際上用起來是怎樣呢 我今天就拿兩個案子來做反例這樣 那這兩個案子都是由政府發動的 然後應用在公共政策的網路參與的案子 那一個是紐西蘭 就是剛剛那個Bank 講過在Wilington City Council 然後另一個是我們的經貿博士會 那首先來看紐西蘭會議 我就用Rumio的官方Vlog上的介紹文章來做分析 那首先呢就是Wilington的市議會 他們是把Rumio用在說他向大眾去諮詢 然後要建立一個策略這個階段 所以我把他會在政策生命週期的一或二 那他們的使用Rumio主要是 把他拿來用在做討論的這個功能 那另外Rumio的平台本身 並沒有特別去處理Inform的這些feature 所以他們有另外做一個事情 就是他們邀請了公務員 還有其他領域的專家 進步到那個Rumio平台上面 然後就及時的提供參與者 討論所需要的議題資料 他用這樣的方式來讀進Inform的部分 那整個Rumio團隊呢 除了提供網路平台以外 他們還做很多額外的事情 像是他們有幫忙設計問題 就是參與的最大設計 然後再來是他們有出那個 那個實體的出那個活的人 去線上平台主持討論 那從審議的四層的結構來看 就是可以發現說 Rumio團隊和福利聯合作的案子裡面 他們處理也不只是最外層的資訊呈現 那還包括第二層的惠國山第三層的主持 他們都有EVOL主持 那以上就是紐西蘭的漢利 那再來看經貿博士會議這個是去年 6月跟7月在台灣舉辦的 那坑主是國發會 那首先呢 因為經貿博士會議 它是為了回應 318佔領利略的訴求 那所以說它其實它對應的政策就是服貿協議 那時候在經貿博士會議提關的時間點 服貿協議是已經在送到立法院提關 所以我在政策的生命周期裡面呢 就把它堆到第三 然後他們也是有找民間的社群 一起來參與這個經貿博士會議 網路部分的籌化 那在這個籌備的階段呢 就是國發會是希望民間社群幫忙 處理第二層這個會議模式的部分 但是民間就是一直想要去處理核心的這個政治脈絡的部分 所以一度這個籌備會議沒有什麼交集 那如果是從這個審議的流程來看呢 你可以發現說這個是國發會希望我們民間幫忙處理的 然後這個建大設定還有 最後到底是政府會不會有回應 這則是我們民間會希望可以devole的 雖然最後當然是沒有禮包到 那總之最後他們還是在路面有上面 開了兩個討論群長 那因為路開了就不在那邊 所以其實上去討論的 包括我在內沒有幾個人 然後在上面討論的人 彼此之間呢 也是在自己的平行宇宙裡面各說各話 所以沒什麼交點 然後最後整件事就比較默奕的解釋 那這個紐西蘭的 維林頓的例子呢 至少從洛格文章上看起來蠻成功的 那我們這個金光博士會議呢 就是敗完以後國發會解決上他們自己也說 他們覺得算是失敗 那同樣都是處理公共政策 同樣都是使用 Lumio這個品牌在做網路審議 那為什麼有的會成功有的會失敗呢 那這兩個今天有什麼不一樣呢 我們就來超級比一比 首先對政策的生命周期呢 像是那個紐西蘭他們呢 是把Lumio用在政策形成的早期 那台灣是把他用在政策形成的末期 那如果是從審議的事的結構來看 他們主要的差別是紐西蘭呢 他們有派那個活人去主持 那我們經貿博士會議沒有 那如果是從審議的八個流史來看 這兩個最大的差別呢 就是我們現在他們有派活人 去那個Lumio平台上做移縫 那我們經貿博士會議也沒有 這樣很好一點嗎 對 那比較完這兩個案子之後呢 就是有一些個人的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 那就過去台灣在嘗試網路審議的經驗 基本上還是失敗比成功多嘛 那到底要怎樣做才可以 達到一個網路審議應該有的效果呢 我個人就有歸納出四個原則 但第一個是因為網路工具有它自己的局限 所以有些時候如果可以搭配實體的工具 一起使用的話那效果應該會更好 就像是VTiY他們除了網路平台之外 也有舉辦實體的聚會 第二的是不管是網路審議還是實體審議 他介入這個政策的時間點是越早越好 因為你越晚介入 那參與者對活動本身的信任度會越低 那這樣就會連帶影響到他們的參與意願 還有討論的品質 那所以就像是後來經貿國事會議 被公民團體聯合理制一樣 那第三的是因為網路上的討論行為 其實跟實體會議的討論行為 其實有蠻多不一樣的地方 那所以說如果資訊團隊呢 在這整個審議的籌備過程中 他可以越EVOLVE 到核心的部分 那他就越有辦法去設定出好的操作流程 那這個就像是路面有團隊 他們在 Wellington City Council 的案例一樣 他們不只是處理最安定這一層 他們還有EVOLVE 到裡面 那只是說就是通常你EVOLVE 的越深 可能就會越碰到一些政治判斷 那比如說有時候政府單會 可能只是找你來做一個過場之類的 像這一類的問題 可能就是我們需要額外去思考 那講到這邊大家應該就是會有個概念說 網路審議這個會成功還是失敗 其實跟用什麼資訊工具的關係有那麼大 那因為資訊工具他主委 畢竟還是很表層的資訊呈現 那但是一場的審議 不管他是網路還是審議 他成功的關鍵還是在核心的那三層 包括他政治脈絡 那他做承諾的主持 還有他會議模式的進行行程式 那就是如果說內功沒有練好的話呢 那在分析的工具也只是花拳繡腿 但是如果內功有練好的話呢 那就是用在核心的工具也可以上戰場 就像有一個搶者Pappy 他就可以用Facebook加Paypad做網路審議一樣 那不過呢就是今天我們有Lumio的朋友在這邊 他們說如果使用Lumio平台的話呢 他們會非常樂意提供協助 所以呢就是可以多多考慮這樣 那我今天分享到這邊 那剛剛講的那些東西呢 就是Alpha版 所以他有可能會日白改去 那總而言之就是我覺得好用的話 你就先將就能用 那今天的內容都是以創用CC性能標示 是非商業性的授權釋出 然後 所以我要特別感謝阿專妮Papin from Trust 然後還有TKJ通常被我問的一位 因為我還問一期 那還有感謝阿平老師呢 幫我們畫了主視覺 然後還有 感謝所有OCF的國際交流記號工作人員 那因為Guru完全是一個Event Driven的成果 所以如果沒有今天的活動呢 就不會有商業的內容 那歐謝福歡迎捐款 那接下來明年3月初的時候 審議女王嘉華她會舉辦一場研討會 那場研討會面有一個Session 是針對審議和資訊技術結合 所以有興趣呢 就歡迎跟蹤嘉華的演出 好 那我今天就要到這邊